今天要分享的是苦瓜鲜蛋 夏天吃苦瓜 它能够促进食欲 而且苦瓜的营养还蛮丰富的 苦瓜的功效有 1.预防高血压 苦瓜富含维生素C 具有抗氧化作用 有助于降低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 2.改善血糖控制 苦瓜含有可溶性纤维 以及可协助维持胰岛素平稳 所以苦瓜在降血糖方面很有帮助 3.清热解毒 从中医的角度中 苦瓜因为胃偏苦涵 有清热解毒、情形消暑、明目加压等功效 适合在夏天和短期熬夜、口干舌燥的时候作为食疗 用到的食材有苦瓜一条35元 咸蛋3颗36元、酱头4颗5元 食材的部分大约是76元 准备一个苦瓜 把它对破 先把里面的籽挖出来 把头去掉一些 把它切差不多是1.5公分的条状 这样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放旁边备用 蒜头10颗 也不要切得太细碎 像这样就好了 咸蛋3颗 咸蛋3颗 把它对破 把蛋黄跟蛋白把它分开 蛋白要把它切碎 备用 蛋黄把它压碎 蛋黄把它压碎 好 放旁边备用 把苦瓜放进来汆烫一下 这样可以去除里面的苦味 然后等一下我们煮的时候会比较好煮 比较快熟 盖子把它盖上来煮个三分钟 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熄火 我们把它烙起来 放旁边备用 开火起油锅 放些油 油温差不多了 我们先用准备好的蒜头来爆香 这样差不多了 我们来蛋黄放下来 差不多了 我们把苦瓜放进来 稍微拌炒一下 让苦瓜都能沾到蛋黄 咸蛋白也可以放进来 咸蛋白也可以放进来 因为苦瓜已经汆烫过 所以比较容易熟 加少许的糖 好 把它拌匀 就不加味素了 我们来试一下味道 因为有一些咸蛋不会很咸 嗯 五块鱼 起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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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i referencing